這是輔助儲存設備的第三講 今天我們有兩個重點 第一就是認識唯獨光碟的運作 第二就是希望大家懂得比較不同的光存儲設備 首先 我們首先提醒大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抄襲筆記,拿好你們的筆記簿 選擇相應的框架,然後就開始寫筆記 第一個筆記的地方,我們就會說回唯獨光碟的運作原理 好了 大家第一件事要記住 我們說的唯獨光碟其實都是光存儲設備的其中一種 當然還有其他的 他的畫明光,就用了我們的激光去做的 一些讀取資料 你可以留意一下下圖 其實光碟本身 如果你用顯微鏡,可能一些比較 強烈的顯微鏡,你就會看到其實光碟 表面其實是凹凸的 當然我們這裡就是凸凸凸凸,其實不是的 視乎它儲存什麼資料 好了,然後這個就是光碟 下面這部分就是光碟機 首先裡面會有一個叫寧柱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雷射 雷射透過寧柱 然後它就會射上去 如果本身 不是凸出来的部分,它会正常反射回我们射给它的雷射 光线进来的时候,它的特点就会90度角射出来 接着感应器就会收到证明了 整个原理就是我射出去,如果是光面的反弹 然后因为射到零柱,零柱的特性就是这样进去,就会90度出回来 感应器就感觉到有光,它就会知道这是1 好,反过来,雷射射过去,因为凸的部分没有反射到,没有反弹 所以就完了,感应器在相应时间感觉不到有任何光,就知道这是0 这个就是运作原理,万事都是电脑世界,都是一同零,二进制的世界 所以如果我这个设置能够做到一同零,代表到 其实代表这个可以储存到东西,因为所有档案都会变成二进制 如果现在我能够代表到一同零,这就是能够做到一个全署的电脑档案的格式 当然,这个就是读取了,比如说蓝光,DVD等等,只不过是雷射的光不同了 另外,我记得之前还有其他东西,那原理是怎样的? 我们稍后就会说了,但至少现在大家知道,原来独取光碟的时候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放一个灵镜在这里,放一个激光射出去 光面反弹了,因为灵镜关系,90度角,它就不是直过了,它是90度角 让我感应器放好,如果突出,射出去,然后反射不到,所以就会知道是零 这个就是那个简单的原理 第二件事我们要讲的是,不同光权处设备的比较 在我们的电脑世界里面,其实不止一样光权处设备的 也有几样的,我们去看一看 第一个比较就是,譬如你们现在少用的,坦白说 我们以前通常会有一个叫唯独光碟机,就是CDRW 接着有一个就是可记录光碟机,就是CDR 最后有一个就是可重写光碟机,CDRW 而这三种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它们三个都能够读取到,记住 这里是一个光碟机的配置三个 其实同一时间,它们都配置了三款不同的光碟 大家明白,即是光碟还光碟 而在唯独光碟ascber的资料里面,而你未知,你会发觉 它能够读取到,CDWR, CDR,和CDRW的光碟 可记在,然后可重写也能够读取到相应的光碟 即是说如果是读 with data 这三款都可以 但是如果我想寫數據進去光碟 因為你們年代開始都是寫數據進去光碟 以前其實是分了很多類的 連規讀者也不同 如果你想寫數據進去光碟 如果那部是唯獨光碟機 你就什麼都不行 但如果那部是可記錄光碟機 你就可以把資料寫進去CD-R 如果你放CD-WARM也不行 CD-RW也不行 可重寫光碟機 基本上你放CD-R或CD-RW 都可以寫入數據進去 但留意,沒有CD-WARM CD-WARM在原生設計上 其實是不能支援讀數據進去 好,接著就去到 我們直接說 我寫進去可不可以更改? 寫完之後可不可以更改? 或者更新? 頭兩隻光碟和可記錄光碟機都不行 如果用可重寫光碟機 你就需要用CD-RW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這個表大家要記住 大家會問 其實我們剛才了解了光碟機的原理 就是光碟機怎樣讀數據 但其實怎樣去定 或是用CD-RW寫 其實都相對地簡單 如果大家沒有記住 這個原理 如果這個印象更深刻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我想寫數據進去 我應該是用CD-RW的 或者以上的碟才可以寫到 用CD-WARM是做不到的 那為什麼呢? 又是 原來兩件事要配合 CD-RW和CD-RW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的雷射射進去的時候 其實都能夠有讀取資料的效果 但是CD-RW如果我的激光 用不同的激光射進去 溫度不同 會做到一件事 就是將這裡由凸 變成粒 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以前的CD-RW本身已經定了 那些凸凸都已經擺出來了 你想改也改不了 但CD-R就是 當你如果 譬如這個雷射槍A 射進去就沒有影響 但是如果你用雷射槍B 逢要射到這個位置 它就會變成凸 即是凸凸了下去 它造成一個效果就是 我可以寫一些資料 當然,因為這個是一次性 你剩下它壓den後 你基本上就不能再修改 所以CD-RW 只可以寫一次 CD-RW又怎樣呢? 除了槍A 但槍B 是可以令它變體 第三把槍 第三把槍就一射下去,這裏由凹凹變成凹凹 即是說你把槍首先將它射出去,變成平 然後要你寫些什麼資料就寫 這樣就做到CDRW的效果 所以正正是這樣,為何我們要收取干碟數據的話 我們必須要用CDRW的碟 而為何我們CDRW的碟不可以在可記載光碟機裏重新讀寫 原因就是我們容易理解,這裏只有兩支槍 但如果我們要可修改,是要三支槍 那這裏大家就希望細心去考慮 好了,到第三,就是不同光存儲設備的種類 即是說,剛才提到有三類型 CDRW, CDR, CDR, CDROM 還有沒有其他的? 我猜大家都應該知道 包括了有一個叫做DVD DVD就是數碼多用途光碟 它最大容量就是8.4GB 現在對我們來說比較少 但以前來說是很厲害的 其實是一件很誇張的事情 硬碟也可能幾百G 已經去到8GB 好了,現在我們通常用的叫做藍光光碟 它最大容量是50GB 你看到有些光碟可能未必是做不到的 可能原因就是我們用了底面 密度等等 其實如果大家看書的時候 你會發覺 本書上面會有一個叫做HDDVD HDDVD,不是DVD 是叫做HDDVD HDDVD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當時跟藍光光碟相差一長短 當時有兩個生產商 他們分別都生產了兩個比較容量大的光碟 一個我剛才說過就是HDDVD 另一個就叫做藍光光碟 當然在性能上,藍光光碟的確是優勝一點的 當時在遊戲世界中最流行 就是藍光光碟的代表就是Paystation Sony的Paystation 而HDDVD的代表就是我們的Microsoft X-Bot 那麼 去到一段時間去到爭的 大家還要市場 當時除了打機之外 影片都會有兩個版本 有是HDDVD,有是藍光光碟 去到爭的 當然,大家現在都知道 最後爭贏了就是 Sony,藍光光碟 原因很簡單 在容量上 它比HDDVD優勝一點 另外當時 真是很坦白說 Paystation是多人玩過Xport的 所以在市場上 在市場上 然後發行商 亦都多取用 Blu-ray的光碟 所以令整個市場都去到那裡 慢慢就萎縮了 HDDVD就沒有了 這就是那個情況 當然,記住一件事 我們不用DVD就下班 我們以前聽過VCD 更弱一點 其實這點是沒什麼特別的 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我如果要儲存一些高解像度的東西 我的容量必定大 如果大家有記回顏色 解像度成色深 是檔案大小 如果是圖像的話 所以你發覺 如果我要儲存一些高解像度 包括影片 影碟 的時候 你就會 用 DVD不夠用 你只有那8GB 哪夠用 所以 我們就會去到 需要一些高解像度 例如Blu-ray 這就是那個情況 要大家了解 記住 不是因為這隻碟 令到那些圖像可以漂亮一點 而只不過是 因為圖像要漂亮 檔案大 檔案就越來越大 所以 我們就要用一些比較大的碟 OK 今天就完了 我們的功課就是這兩題 大家也可以在Googlecastroom找到 大家請你用單行指寫好之後 拍照 再去Googlecastroom 我們就7月5日交 今天我們的第三 輔助儲存設備 第三講就到這裡了 大家可以按摩 大家可以按摩 我們可以按摩